111年花蓮縣市長輩羽球警標賽 日前在宜昌國中的體育館舉辦 賽事是吸引了來自台北、宜蘭、花東地區 超過300多位的好手參賽 111年花蓮縣市長輩羽球警標賽 9月24、25日一連兩天在宜昌國中活動中心舉辦 賽事分社會主及學生組 超過300人參賽 包含新北市、台南市及宜蘭縣 也都跨縣市來切磋球技 我們這次也是針對高中、國中、國小 我們一般孩子們 我們更希望有更多的比賽 可以讓孩子們來花蓮縣境內 來做相關的練習跟比賽 我們希望因為花蓮的孩子 其實運動神經都非常好 我們希望說藉由各種不同大小規模的比賽 來磨練孩子們的一個 臨場的經驗跟技巧 期盼未來我們花蓮真的能夠出更多的國手 為我們花蓮鄉親來爭光之外 也可以到國際舞台上面去發光發亮 那在此也未來會持續來推動各項體育賽事 讓更多的孩子們有更多的選擇 為了讓花蓮的孩子有更多磨練的機會 這次賽事的獎勵以個人為主 不像往常有團體賽的主別 藉由不同規模賽事 磨練選手臨場經驗和技巧 培育更多花蓮國手在國際賽事發光 花蓮施工所也會持續推動體育賽事 讓花蓮孩子有更多選擇 藉著長方眼前相報導 自我這間姿菲克尼有真的 為何我選擇 在這店裡 不是不認同的 我真的會長得偷偷嗎 從那裡